看到我大概就是把那个几个地方 其实就把Cursor01 跟那个今天要练习 把它合并在一起 两个就完成了 所以以后我是建议 如果你实在是对这个不一定那么专精 或者是你担心做错 我建议还是手边有范本 手边有范本很多事情就变比较简单 你千万不要拿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好像什么都 可以一次就打正确 即便你很熟 可是还是你可以参考范本来做 有时候反而会比较简单 因为本来就对的东西 你在把对的东西加对的东西 那还是就对了 只是说那个细节要注意一下 所以基本上 知道我的意思 反正不要以为你好像什么都很熟 这种程式东西 其实都要把它全部记起来太多了 多到一个细节太多 你只要一个小地方做错 那整个就错了 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我真的还是要经验 哪些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呢 我先把那个什么 input这个搬过来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二的话呢 我要建一个database 不过database 这两行其实放在那个下载的上面 跟放下的下面 其实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反正你照着逻辑上 你先建好再放资料也可以 或者是下载完之后再放进去 再建资料也OK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放在 也许我先建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先怎么样 产生一个资料库 然后呢 建立一个cursor的物件 利用这个cursor的物件呢 我可以建立一个table 那table名称叫park OK 其实就是拿上个礼拜的cursor01 复制过来改就好了 但是呢 你改你不亂改 要特别注意细节 我本来担心那个中文 栏位名称不OK 发现OK 那就好了 不然的话麻烦 你要把它再改一个名称 所以以前我甚至在 跟他交同学说 干脆你把它改ABCD好了 不然有时候光要想到栏 别人想那很麻烦 ABCD就好了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如果中文OK的话 特别注意外面我用双引号 里面呢 记得要用单引号 OK 你不要打错了 而且不打好像也会出问题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栏位名称前后加上单引号 那如果他是整数的话就integer OK 如果他是文字就test 如果他是有小数点就double 如果他是日期的话就day time OK 不过目前比较常用大概这几种应该就够了啦 其他还有像chart跟varchart 不过我想反正这地方的话我们是用test好了 因为varchart要算他几个字元 我觉得比较麻烦你干净直接用test好了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一个integer 然后他primary key 这个也是一样纳纳 上个礼拜一模一样 我只有谷后面这两个栏位 就是精度跟纬度他是double double double不要打错啦 double应该没问题啦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execute他 所以如果这个部分没问题 他就建了一个table 是puck 那就把资料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并且做freezer 先一笔先切割 再先横向 横向一笔一笔 再纵向 有没有 横向切 再纵向切 ok 然后切完之后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是一笔雷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再放在lis2 lis2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0123 基本上就是我们切割出来的东西 接下来的话呢 就利用什么insert into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要比较小心 insert into puck 其实理论上后面应该在一个刮壶 空一格刮壶 第一栏叫什么 第二栏叫什么 第三栏 不过因为我们已经照顺序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省略掉的 栏位名称可以省略掉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我是建议呢 你可以怎么样 在哪里呢 在sql 就是那个sql line的browser里面有一个esq esq 你可以把insert into 自己在这边打打看 如果程式有错的话 它会显示出你哪个地方有出错 OK 那这里的话呢 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应该是 我把它开一下 我刚刚好像已经把资料塞进来了 比较容易出错的是这个第二个栏位 停车名称 因为它是一个test 特别是说test里面哦 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 记得前后一定要给它单一号 否则的话会出错哦 所以h你可以试一下 这边的话呢 就是自己在这边打一个insert into 确认如果你这边打的东西呢 没有错的话 那理论上呢 应该也不会错 所以我把这个 假设你可以从这边这一行叙述 那你可以试着打一个 一个模拟的一个资料 这边的话也许你可以 试着把这里面 资料先输输 把它植习 exqueue一下 如果这里面植习没错的话 那恭喜你 你应该后面应该就ok了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1 第二个的话单一号两个 先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再第三笔资料 然后比如说12.12 就是一个小数点double 然后123. 反正就ok 理论上你就模拟一下exque一下 如果输入之后呢 exque也没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browse一下 这里面他就会多一笔记录 反正最下面会多一笔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reflash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奇怪 这个我把它create掉了 重新再来 ok exque一下 反正执行 里面的话 再去把那个database打开 ok 大概是这样的 这边其实也可以做exque的动作 里面资料 不欠了 我刚刚把它把那个table给做掉 ok 那再来的话就把这边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之后的话 再insert into 再把 第一个 放这边 第二个放这边 第三第四 不过特别注意哦 里面有一个地方非常容易做错 我刚刚提过 第二个栏位呢 它是文字 所以文字呢记得哦 这边呢 跟这边哦 一定要多一个单引号 那外面是双引号 然后串接起来 ok 如果你少打这个单引号的话 那你执行一定会出错 ok 这个我想 如果我先弄一个错误 如果你这个单引号 跟这个单引号没打的话 其实结果一定会错 我看也自信一下 他会跟你讲什么错 哦 他说 没有这样的栏位 然后呢 告诉你 其实就是资料塞不进去 所以这边注意哦 这个地方呢 请务必 注意一下 这边可能要自己再加一下 这个单引号 加的位置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把它执行 然后理论上我把它执行 它就会建一个tabl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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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什么小黄瓜、胡萝卜、多少钱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塞到SEO-LINE资料库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部分